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拿大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在寻求预算批准 以便于今年秋天对台湾进行贸易访问 但人们担心此举可能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政府将确保国会议员考虑到对台湾进行贸易访问的所有可能后果 据家通社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解放军在台海举行了军演 以表达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北的不满 特鲁多说 国会议员自己决定他们的委员会研究什么 以及他们要进行什么旅行 但他说 目前正在进行重大反思 加拿大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立场将得到尊重 特鲁多补充说 北京的好战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令人不安了一段时间 据较早前的报道 加拿大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正在寻求批准今年秋天赴台湾进行贸易之旅的预算 但该计划可能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新民主党议员Brian是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这次访问仍在计划阶段 保守党议员委员会副主席Randy表示 在新冠疫情之前 加拿大议员曾每年去台湾两次 但他现在想在前往台湾之前咨询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加拿大和美国虽然是价值观相同的 睦邻友好国家 但经济贸易上也常有冲突 解决冲突的办法除开谈判外 就是法律诉讼 去年5月的时候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惠特默的办公室 在最近表示 卡尔加里安侨安布里芝能源公司 每家跨境输油管道5号线 必须在5月12日前关闭 否则就会触犯到密西根州法律 加拿大和安布里芝当然不可能任由 密西根州州长关闭这条重要的石油管道 于是就是各种打官司和扯皮 加拿大和美国官员 今年7月下旬 还就5号管道举行了技术会谈 今天密西根州的一名法官 就该州关于5号线跨境管道的官司 做出了有利于加拿大和安布里芝的裁决 珍妮特内夫法官表示 此案属于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 意思就是密西根州州长惠特无权干涉 5号线是从加拿大向美国运输原油的重要管道之一 这条双管管道建于1953年 由加拿大安大略省萨尔尼亚 向威斯康星州北部密西根州的炼油厂输送原油 然后再把加工过的能源通过该管道运回加拿大 5号线运输管道用于为安省生产石油和柴油等 一旦关闭 安省原油会短缺近45% 不仅如此 5号线还是安省和魁省之间 9号线的主要工油管道 为魁省炼油厂提供40%至50%的原油供应 运送的能源还包括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喷气燃料 以及用于安省家庭取暖的天然气 企业界警告 关闭5号线会导致安省 萨尼亚炼油行业大量裁员和失业 将重畅原油生产商 安省政府也警告 关闭5号线会流失5000多个直接就业和2.3万多个间接就业岗位 5号线横川密西根州经过美国北部麦基诺水道 该水道将密西根湖与修龙湖相连 美国政府1953年立法允许5号线穿过该水道 2020年11月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惠特莫称 该管线有泄露的风险会影响当地水环境 并宣布会在今年5月12日正式撤回该法案 举悉 早在2018年惠特莫竞选州长时就承诺 自己在当选后会关闭5号线 惠特莫称5号线是滴答定时炸弹 可能导致灾难性漏油 惠特莫宣布要关闭5号线时 他称2018年和2019年 5号线被附近船只车辆铁毛或缆线撞击多次 虽非撞出窟窿但存在风险 据Global and Mail报道 随着今年春天通货膨胀的开始 有尖锐批评者指出 加拿大大型超市的贪婪膨胀 他们认为贪婪的超市和能源公司 通过偷偷提高价格来欺骗消费者 超出了本身不断上涨的成本 并证明这些价格是合理的 但最近的季度报告显示 主要大型超市杂货店的利润 要么下降要么持平 而且从未真正超出最近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 油价利润下降导致加油站价格连续输周下跌 然而新民主党领辛格 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抗贪婪膨胀 在8月3日推特帖子中 他继续谴责企业的贪婪 例如Lobloss 他写道企业贪婪的例子之一是 Lobloss的毛利润猛增21% 而其工人的工资 无法跟上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他还重生了他的立场 即联邦自由党应该扩大超额利润税 并将所得款项会往现金拮据的低收入加拿大人 辛格先生的算术不透明 与去年同期相比 Lobloss第二季度毛利润的金额 实际上增长了4.9% 或者说毛利润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5.8% 新民主党没有回应有关辛格的计算方式 或他更广泛的声称该公司驱动的通货膨胀的问题 但是根据实际公布的数字来看 Lobloss的毛利润几乎没有变化 这些利润率尤其是在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环境中 推高了毛利润的价值 如果Lobloss确实在投机取巧地提高其价格 那么这些利润率将大幅上升 但实际情况是 在截至6月18日的第二季度 Lobloss的零售业务毛利率从第一季度的31.1% 小幅上升至31.4% 但该公司表示 其食品销售利润持平 利润率的增长来自于其药房业务 包括化妆品等高利润药品的销售的增加 在本周召开的Metro Inc.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 首席执行官Eric告诉分析师 他的公司基本上是在补贴超市杂货店购物者 药房业务的利润增加抵消了 本财年迄今为止食品销售利润率的下降 我们无法转嫁食品成本的所有增加 他说 Eric说 通货膨胀非提高盈利能力的机会 而是给利润率带来压力 这与新民主党NDP和其他人的断言截然相反 但Metro超市似乎确实从飙升的价格中受益 尽管不像新格所说的那样邪恶 该公司表示 其利润率较高的热食和熟食产品的销售额正在上升 因为消费者突然避开了价格更高的餐厅 转而选择带回家的饭菜 对于达尔豪斯大学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主任 Civia来说 这一点都不惊讶 他与会计学教授Tiler上个月发布了一份报告 分析了Loplon Empire和Metro 2017年至2021年的毛利率 他们发现毛利率略有上升 但相对稳定 Civia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并不构成贪婪膨胀 加拿大零售委员会的全国发言人米什尔说 与向其供应产品的供应商相比 超市杂货店的连锁店的利润微薄 Civia教授表示 贪婪膨胀的确可能存在于食品行业 但如果存在的话 也应该发生在食品供应商之间 而不是超市杂货店 他们的定价决定是公开的 尽管如此 他承认关于面包价格的持续争议 让许多加拿大人对该行业保持警惕 早在2017年 竞争局就对价格操纵进行了调查 那年 Loplon及其母公司的Georgia West Ltd表示 他们已经与竞争局达成协议 在2001年至2015年期间 食品行业的几家公司 涉嫌串谋固定面包价格 没有其他食品公司做出这样的承认 并且有几家公司发表了强烈的否认声明 消费者完全有权持怀疑态度 Civil教授说 拥有国家学生贷款的人注意了 现在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直到2023年再次开始申请之前 贷款利息仍将被冻结 8月17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推文 讲述了联邦政府将如何在即将开始的新学年 为大学生们提供帮助 他说 学生们很快就要返回校园了 学费和杂费支出迅速增加 为了能够降低学生们的经济压力 特鲁多宣布称 加拿大学生贷款利息将会被继续冻结 直到2023年 完成大学学业后 学生们无需偿还6个月的贷款 并且在此期间没有利息 当该期限结束后 学生们必须开始偿还加拿大学生贷款 不过在2023年3月之前 即使6个月的宽限期已经结束 学生也无需支付利息 特鲁多说 我们通过加拿大学习基金和加拿大学徒贷款计划 为你提供支持 其中加拿大学习基金可以给学生们钱 来帮助他们支付教育费用 他首先向注册教育储蓄计划支付500加元 然后在学生年满15岁之前 每个福利年度增加100加元 最高金额为2000加元 从2022年开始 只要是2004年或之后出生的 符合条件的人 在年满18岁时至年满21岁的前一天 都可以申请 而加拿大学徒贷款计划 则是帮助人们完成指定行业的学徒期 在每个技术培训期间 学生可以获得高达4000加元的无息贷款 特鲁多表示 大家可以通过访问 联邦政府的学生援助和教育计划 官网页面 了解你都有资格获得哪些支持 千户万患 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爆爆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 大温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粤语关心大温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